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的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期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聊Diamonte这款车子 我们在上一节节目跟大家聊到 三菱这款旗舰车Diamonte它的开发的故事 当然了我们在讲它开发故事之前 我们花了很大的一段篇幅跟大家讲讲 三菱这个车子是怎么样起来的 还有它的旗舰车的演变 其实我们虽然说Diamonte是它的旗舰车 不过那是因为我们在海外市场 在日本国内它的三菱的旗舰车叫做Dibania 但是在日本国内当中 Diamonte跟Dibania它的定位不大一样 Dibania它主要面向的是后座的买家 Diamonte主要是面向前座的买家 Dibania这个车子基本上没有正式的外销 当然你说严格讲起来像那个Hyundai Hyundai的旗舰车子 所谓的Ecos Sentinento 其实就是Dibania的外销版 甚至在更早之前的Granger 这也算是Dibania的外销版 不过那是因为韩国现代跟三菱 有一些合作的关系 这边我们就不去探讨 基本上对三菱而言 它的外销的旗舰车型 就是所谓的Diamonte Diamonte这个车子 基本上在第一代的时候 台湾这边因为法规的关系 它没有办法正式进口 我们有看过留学生自己带进来的 极少数可能两只手 或是一只手就算得出来了 但第二代它有正式的引进台湾市场 所以台湾这边的听众应该对这台车子稍微有点印象了 那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 跟大家讲到这台车的开发故事 主要是跟大家讲了一个梗概而已 那我们这一集首先就继续跟各位讲 它外观还有内装设计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 它的外观的主题是所谓的空气力学 那么所以它的车门的后视镜 还有所谓的车后的压尾 都是为了空力考量 甚至它的车头V-NOS 配上直铺的水箱罩 也是为了有助于抵抗空气的阻力 那这一代的车身 还是比第一代还要来的大 那主要在宽度上面的加大 是因为引擎摆放的方式改变了 那另外就是说车尾它也有做了一点延长 这主要是为了平衡视觉 怎么讲呢 因为第二代的Diamonte 它走的也是所谓的V-NOS 那V-NOS它的车头看起来比较尖 那为了要平衡视觉 所以它前面的overhang 就是前轮到前面保际桿的距离 是做的比较短 那你如果这样子后面如果也做的很短的话 看起来这个车子看起来乖乖的 看起来胖胖的 所以它车尾的overhang就拉得比较大一点 让人家觉得说 这台车有点像那种美式跑车的风格 车头很长 车尾稍微短一点 这样平衡起来视觉比较不会看起来那么的突兀了 那么它的腰线有稍微拉高了一点 不过在腰线的高度的决定也是一个学问 为什么 你腰线拉高的话 会让人家觉得这个车子好像裤子扎得很高 而且内部的人乘坐起来会觉得说 这个车子好像我被包起来 我这个视野的空间不太好 而且看起来车子会很重 所以它腰线只是略微拉高了一点 本来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车尾只有包脚的三角形的一个尾灯 本来是希望这个样子做一个点缀 毕竟这台车的车头并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它车尾不希望做的尾灯太大 看起来太沉重 但是一方面欧洲市场需要装备后屋灯 二方面是日本营业部的人就觉得说 你这个尾灯做的那么小不够气派 你看那个80年代日本高级车也好 欧洲高级车也好不是尾灯比大了吗 对不对最好像老师还是一样 这个车尾只有排框跟尾灯 这样最好 虽然在营业部的要求之下 Diamonte它的尾灯也延伸到新预箱盖上面 从这个本来是包脚的三角形变成一个L型 这样看起来也比较气派 那么本来在这个外观的设计上面 它已经开始采用了电脑辅助的CAD的辅助了 不过这边有个很好玩的故事 这个CAD在当时算是一个刚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那时候解析度不是很高 他们有在讲 那个荧幕的画面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们那个公差 在这个实际在切销的时候 公差有大概两mm了 变成说他到时在切销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后来还是做调整 等于说这个时候的车子开发 是处于人工过路到电脑的这个阶段 所以常常有些磨合上的一些问题 那内装的方面 比起外观 外观很早之前就提出了很多方案 毕竟外观呢它是沿袭的这个上一代的这个风格 在做一些修正嘛 所以外观它的起步比较简单 那内装呢 基本上是直接到最后一秒钟才拍板定案了 因为呢这个低带的内装 当然有被人家批评一些问题 比方说操作界面太低啦 案件太复杂啦 不过呢 整体的氛围还有评价都还算不错 那第二代的这个内装开发 它希望不要有低带的太多的身影 不像外观那样子 可是呢又要这个找出自己的风格啊 让人家喜欢啊 所以呢一开始这个内装的提案呢 就相当的天马行空啦 那一开始真的还有出现所谓的L型的一个中控台啊 但是L型的中控台呢 它很像当时的这个Infinity Q45 第一代的这个中控台造型 那也因为它实在太像这个Q45 所以被人家打枪说 哎我们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啊 我们不要像那个其他车子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后来它就做了一个折中的设计 就是把L型的中控台呢 把它取消掉 而且呢它中控台做这个左右对称 没有说这个倾向于驾驶座啦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啦 你视觉上会比较平衡 看起来比较清爽 那空间的感觉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没有那个压力啊 至于在车身颜色方面呢 第一代呢因为这个车身线条的缘故啊 所以它采用是比较浓的色彩 比较亮度比较高的这个色彩系啊 那因为这一代的外观 比较不像上一代这么的浓重啊 比较没有那么厚重的感觉 这一代外观比较清爽 所以呢它的颜色走的是比较锐利一点啊 比较简洁一点的风格 总共有六个颜色 那在日归它的主打色呢 翻译起来叫做和谐银啊 是一个很明亮的颜色 那另外一个主打色呢 叫做技巧绿啊 翻起来叫做技巧绿啦 而且它标榜这个技巧绿呢 在室内跟室外 就灯光跟阳光打起来呢 那个层次是不大一样了 那另外一个呢 它的就是日本人喜欢白色嘛 各位如果要了解日本人 为什么喜欢白色车子呢 可以去找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 我们在谈为什么日本人 喜欢白色的高级车啊 那它这个白色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啊 感觉比较冷烈一点 毕竟它这个外观比较锐利啊 所以它走的比较冷烈的这个白色呢 看起来比较搭配一些啦 那内装部分呢 内装则是有两种颜色啊 灰色跟黑米两种这个黑米双搭啦 那但是呢 让他们很惊讶的是 黑米这个颜色呢 反而是在这个三菱内部公司调查的时候 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雅皮啊 很这个潇洒的这个感觉 那么第二代的Diamonte呢 是在1995年的1月发表 我们有跟各位讲过啊 这个第一代呢 是在泡沫经济的时候开发了 泡沫经济的时候发表了 所以卖得非常好 那第二代呢 嘿嘿 这个时候泡沫经济已经瓦解了啊 已经瓦解了两年多了 那么它这个发表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像第一代办的那么盛大的发表会 不过呢 它的车型的结构呢 还是跟第一代一样 有前轮驱动跟四轮驱动 而且呢 这一代开始标榜了 RISE的这个高光性车体了啊 那RISE是哪些字的简称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反正就是一个口号而已啦 我也看不出来还有怎么特别的安全 那在引擎的部分呢 这比较有意思啊 我们在上期节目跟各位讲 它为了要开发出一个新的省油兼具动力的引擎呢 它开发一款2.5MVV的这个新款的引擎了啊 那除了这款引擎之外呢 它还有两款 还有三款引擎 那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它3.0 它3.0有推出所谓的MyVAC 就是三菱的正直可变气门系统 那这个马力输出到270匹啊 那如果没有MyVAC的呢 3.0是230匹 另外还有个2.5的这个双凸轮轴引擎的这个200匹的马力啦 那上一代本来有2000cc的呢 也被废纸掉 因为这个这个实在是动力不大够 那在配备上面呢 比较有意思的配备是它有声控的GPS 不要怀疑是声控了啊 只是不知道这个操作起来到底灵不灵光了啊 那还有所谓的雷达车距定数啊 但是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啊 那还有所谓的高反差仪表啦 还有我们上次跟各位讲到了 它的变速箱是五速手制排 不过这个五速手制排是没有外销的 只有在日本国内有啊 这样这些配备这样加起来 以一台泡沫经济瓦解之后才推出的车子 我觉得它算是很有诚意的啊 那除了四门以外呢 它的五门的车型在1997年10月才改款 那它五门的车型基本上只有3.0的单凸引擎 啊变速箱呢 也是进化到了五速手制排啊 那它的整个阵容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2.5前驱 还有这个3.0四驱 那其中呢 这个顶级的3.0呢 还有配到这个电子动力方向盘啊 那四轮驱动呢 因为它动力的关系 所以它就没有配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3.0的 MyVAC这个引擎 那么在1996年的1月呢 它做了一次配备的调整哦 把双安跟预警安全带列为标配 而且把ABS的这个配备呢 放到大部分车型了哦 那1996年的6月呢 追加了一款2.5的Aspada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车子卖的不是很好 所以它追加了一款阳春的版本 说是一个经济实惠的车型啊 那97年的8月呢 日归第一次小改哦 那宝杆呢 整个是全面车身同色化 那尾灯呢 改成分割型的 什么叫分割型呢 其实你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 哎 它就是把前期的尾灯呢 中间加了一个这个装饰片而已 其实不是啊 你仔细看一下 它那个尾灯真的是有改过了 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 那么到了99年的9月呢 第二次小改款 第二次小改款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它推出了所谓的GDI缸内直喷引擎 我们都知道 Stanley在90代末期呢 最受这个瞩目 就是所谓的这个 直接点火缸内 稀薄燃烧直喷引擎 但是呢 它这颗引擎呢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它推出了这个算是科技的引擎 可是它的变动箱却变成了4AT 那尾灯呢 也把原本的倒L型 L型呢 改成了这个三角直立型 到2008月呢 开始标配了侧面安全气囊 还有雾灯 那2001年呢 在海外的这个水箱罩 有做了这个鹰眼的 这个鹰勾笔的这种造型 对不起 日规没有做这个修改 那么2002年的10月呢 进行了第三次小改了 主要是对应这个 引擎的一些排污的法规 那外观的镀铬件呢 有稍微一点修改了 但是呢 这一次多了一个很好玩的配备 叫做Nardy方向盘啊 哇 这个质感非常的好 但是呢 很可惜啊 这个在2004年的第四次小改的时候呢 把那个Nardy方向盘给拿掉了 然后冷气的面板也有稍微改了一下 那其实呢 各位如果你有仔细研究过 你会发现 其实2003年海外的版本 有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小改 就车头改成布雷头啦 改成Globalancer那种造型啊 我坦白说 这造型是非常的奇怪 那日本是没有跟进做这种修正啦 日规的第一代Diamonte呢 是在2005年的11月停产 而且它并没有任何的后继车可言 就是我们在海外呢 你勉强还可以说有这个Galant 这个Mitsubishi 380 就是奥规的Galant去接手 但在日本就没有 因为这个第二代的这个Diamonte呢 卖了这样十年 其实销量非常的差啦 所以三菱呢 也就没有开发它的后继车 除此之外呢 原本第一代呢 它还有双升的所谓的Sigma 那这一代呢 没有双升Sigma 因为它Sigma的销量太低 甚至呢 Sigma在第二代Diamonte上市之后呢 还继续卖哦 那主要是卖这个公务车啦 所以在日本呢 你可以当年可以看到一些Sigma的这个 真房车或是一些警车这些东西啦 那在海外的部分呢 呃 这个美规是在1996年的10月发表 那它的配备呢 跟日规大概一个差距是什么呢 比方说美规它多了这个免钥匙系统啊 日规是没有的 但是呢 这个美规没有这个AWD 而且美规呢 嘿嘿 没有这个5AT 甚至美规据说到2004年才有首制牌啦 那当然还是4AT而已 那美规呢 卖到这个2004年就结束了 不像日规卖到2005年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啊 这2003年这一次小改啊 改成布雷头真是太丑了 所以美国市场受不了 那直接有这个顶级的Galent 当时叫Galent GTS去接手 那加拿大也蛮好玩的哦 加拿大据说只有卖2003到2004年 就是只有卖这个布雷头的造型了哦 那因为实在是卖的太差 所以一下子就结束了 那它比美规呢 多了这个加拿大法规规定的 全时点亮的大灯啦 加热后制镜啦 还有这个所谓的公制表 还有甚至呢 它为了加拿大部分市场 它还推出了英法两种语言的操作界面了哦 那这个讲到这个海外的市场 我们刚刚讲这个美规加拿大规格呢 只是一笔带过了哦 毕竟对于Diamonte这个车子呢 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呢 其实是澳洲了哦 因为澳洲这个地方呢 算是这个全世界仅次于台湾市场呢 对三菱最捧场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当年三菱呢 也是在澳洲这个地方呢 算是深耕了很久了哦 澳洲呢 是在1996年的4月 跟1996年的9月 分别推出了这个Magna跟Virada 这两款车子了哦 那Magna定位就是比较入门的 它有2.4的四缸引擎 3.0 3.5 那Virada呢 是只有3.5的这个单一规格 而且据说了哦 这个澳洲为了推出这个车子呢 花费了50亿的澳币啊哦 当时还被杂志调侃之后 嗯这个车子超级有诚意啊 看他花了很多钱呢 就觉得嗯这个车子应该值得买了哦 那澳规的结构呢 跟日规上还是有些不同啊哦 比方说澳规的钱避震呢 他修为了这个这个售价了哦 所以他把它修改成钱卖花城 日规的钱避震呢 还是那种泡沫经济的那种多连感 那再来就是澳规呢 他没有采用这个足柱式的手刹车 他是用传统的手刹车 甚至呢在97年的3月 澳规还推出了五门的版本哦 而且这个逆销回去日本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日本发表的五门版 其实是澳洲制造的啦 而且澳制的这个Diamonte 算是Diamonte这款车的外销主力 比方说北美市场哦 北美市场大部分都是澳洲原装出口的 那少部分是日规啦 就是说澳规这边生产不及 才用日本去销过去啊 那像台湾这边呢 也主要是这个澳洲原装进口了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哦 当年呢我们1997年呢 加入WTO之后 因为必须要遵受WTO的这个规范 所以必须要开放这个进口车 那当时呢 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车商 都去抢所谓的日本制造的配额嘛 那么台湾的三菱汽车呢 当然也是抢了很多日制车的配额 不过这时候呢 他们意外发现 哎 其实呢 加入WTO之后还开放了澳洲进口车的配额 第一年呢 开放了1500台 那当时台湾的这个三菱的进口 这个负责的就是华林汽车了 他拿到了1000台的配额了 这对台湾三菱来讲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毕竟呢 日本的配额非常的少 就是日制车的配额很少 可是呢 澳制车这个配额没人跟你讲 讲难听一点 这个华林想要把1500台 很难啊 所以对于三菱来说 他的操作方式就很简单嘛 我不用像其他的什么Lexus啊 什么Toyota啦 Honda啦 哎呀 还要去想说 哎呀 我什么车子要怎么调配 怎么调配 怎么调配 没关系 我们日制车配额呢 全部拿去做这个Pajero啦 全部拿去给这RVR这些车子 那这个进口高级车呢 就给澳洲这边的三菱 Diamonte来填补 讲究绰绰有余了 而且呢 这个车子当时在三菱来讲 台湾也没卖过这么高级的车子 台湾在此前卖过了三菱最高级的 也只有美贵的Gallon 2.4而已啦 所以Diamonte这个车子 又比这个Gallon还来的高级 又非常的气派 那配备也相当的好 所以呢 这个华林觉得 这个东西弄进来 一定很有竞争力 更重要是什么 那时候澳币的汇率也相对比较低一些 所以这一批车其实竞争力是相当强的 比方说呢 它的车长已经将近5米了 那么轴距也是2米72 相当的长 那行李箱470公升 配备也是相当的不错 什么自发光仪表啦 图像横温啦 四处手制排 无窗框车身 中控 电动后视镜 电动窗 双安 预警式安全带 自动大灯 速度感应雨刷 碎花铝圈 抗紫外线玻璃 行不当当 有的没的 配备非常好 重点是它这个车售价非常的低 当时发表的时候 只要148万台币 哇 这个是通车最低的 当年这些日本 这个高级进口车 有所谓的四大天王 这个林志LS400 Infinity Q45 4.1 还有Honda Legend 还有这个Mitsubishi Diamante 就Mitsubishi Diamante 卖最便宜啦 因为Legend当时要卖 188万台币 那Lexus Aeros 400 都200好多万了啦 那Q45也是200好多万了 那Diamante呢 你148万 可以买到3.5的车子 这个在以前 这个日本车 不可能卖到这么便宜啦 当然日系车 不可能卖到这么便宜 以前可能每系车 你可能买 克莱斯的New Yorker 可能买到Cancord 是这个价钱以内就买得到 可是这时候 你可以买到日本车 所以这时候非常的吸睛 那当时呢 还可以这个选配这个GPS 那这个要价格10万块钱 所以你居然是配到宝 也比这个Honda Legend 来了便宜的 大概一两成的价格 所以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这个销量还不错 尤其当时呢 这个台湾的三菱 还有这个生产所谓的Gallon 这个萨鱼头的Gallon 把整个三菱的品牌气势 又往上抬升了一些了 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 三菱毕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 它这个车子的价格 就是应该低于100万台币的售价 除非你说像Pajero那种鬼东西 另当别论 所以这个Diamonte销量 一开始冲上去之后 很快就掉下来了 它的蜜月期非常的短 台面下的折扣 也是相当的丰富 像我当年有一个 在卖三菱的车友 他这样跟我讲 我不知道到底 这个东西可信度有多少 他说当年他们在介绍 这个车子叫做什么 叫做BMW 7系列的车身 5系列的配备 3系列的售价 哇这个车子非常的受欢迎 但是很快卖不动了之后 他们就改变策略了 从148万降到128万 他说最后一批 曾经还卖到100万以内 不过那是跨年度的库存车 哇天哪 如果100万台币以内 可以买到澳洲进口的30Diamonte 这真的是超级划算 那他在产品的中后期的时候 在2000年市有做了一个微幅的小改 那他这次小改幅度非常小 他车尾的30标 从这个左下方移到了正中央 那内装主要是从黑米变成深灰米白 那才增加了一个浅灰色 那配备上面多了一个副驾驶座的电动椅 驾驶座电动腰靠 电动防线后视镜 晶片钥匙 六爪旅圈 还有遥控行李箱 那同样的GPS也是要加价10万块钱 那售价呢 本来是这个148万 后来涨到159万 这一次又降到了139万了 甚至还有这个一百万二十七零利率 那么这一批车出来之后呢 卖的也不是说非常的好 所以他后来又推出了限量100台的 millennial天徙纪念车了 增加了所谓的遥控电动遮阳帘 16寸镀铝圈 镀链三菱 还有这个十个这个 类态的这个中控面板 中控式板 那中控台呢 还有那个millennial纪念标 上面还可以刻车主的名字 还有限量编号 那这批millennial的标准型呢 售价是141万8 那选配GPS一样加10万 那真正呢 比较明显的小改呢 是2002年式 是2002年1月在台湾发表的 就是这个车头呢 改成的阴沟比 那尾灯改成这个三角形的灯了 那这一些 这批车呢 其实卖的不多 因为那个时候 Lexus ES这款车已经进来了 大家话题都在ES这边了 那相对的diamont 你推出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看起来外观有点老气 那那个配备啊什么的 也没有说非常的丰富啊 所以同样的 虽然说你这个车子 比较便宜是没有错 但是大家的这个市场上 选择是更多的 还有就是说 那时候这个Gallon也卖的不大型 整个台湾三菱的重心呢 摆在这个Lancer 然后去竞争这个销售冠军什么的 小轿车卖的是很好啦 可是像中大型的轿车呢 就越来越不行 所以这批后期的这个小改版本呢 这个在台湾基本上是 能见度非常非常低啦 我这么多年来 这么20年来 我大概只看过个三五台而已 非常非常少啦 那相对的 最后一批改布雷头造型的那个diamont 那个就没有进来台湾了 因为那个车子如果进来台湾 肯定是文死啦 好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容 我们跟大家好好的把diamonte 第二代他的故事把它给聊完 还有他在台湾市场的一些状况什么的 其实这台车子 我自己也想买一台来玩一玩 毕竟这个车中古行情也是相对的低啦 比起我们刚刚讲的这个Q45啦 LS400啦 这个Legend 毕竟他当年的售价比较低 所以他最早进去爆飞厂了 而且他的配备说真的也真是不错啦 算是三菱汽车的造车工艺的极大成了 而且还有这个无窗框的车型 你看嘛 Q45、LS400、Legend 他都是有窗框的 只有这台车是做跑车无窗框的外形 所以这个车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或许哪一天我真的弄到一台呢 还可以跟大家继续做一集的podcast 或做一个这个汽车的影片 来跟大家好好地介绍咯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l Zero 我们下午再聊 拜拜